嗨 大家好 我是萊斯特 今天的影片主要是想跟大家介绍 在半导体制造业上班必学的50个专业术语 因为我看蛮多人都有在之前几部工作介绍的影片底下留言 想要知道半导体产业会用到的专业术语 所以我在今天的影片会分成四个部分跟大家做介绍 工作上常常会用到的一些专业术语 如果有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啰 第一个部分是关于半导体的制造流程 10颗用化学或物理的方法去除不要的地方 分成干10颗跟10颗两种 10颗要吃得刚刚好不能多吃也不能吃不够 所以10颗率跟选择笔 对10颗工程师来说就是两个很重要的指标了 黃光 主要制程有光组图布 曝光显影 其中在曝光的时候能量跟焦距很重要 这两个参数会严重影响到尺寸跟图形的品质 所以要确认最佳的制程参数之前都会先做FEM 找到最佳的能量跟焦距 薄膜就是在晶圆上面长一层薄膜 度膜方式有分成物理气象成绩跟化学气象成绩两种 ThinThin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分别是 膜厚均匀度平坦度三个 通常是把离脂打到表面浅沉的地方 然后再藉由高温加热让它往内部扩散到深处 因应不同的元件所需要的电信需求 要精准控制布置的能量、剂量跟角度 化学机械研磨主要是用来移除晶圆表面多余的材料 使表面变得平坦化 透过在晶圆背面施加下压力 把正面压在旋转垫上 为了要能够停在正确的位置或高度 避免研磨掉重要的底层结构 必须要精准的施加下压力 还有选择适合的研磨剂 那在以上五个模组当中制造产品 也有穿插一些检测站点进行量测 以防止不良品流到后面造成后段制程出现问题 比如说黄光不同层之间要确定 当层跟上一层的对准量 必须要在制程规格内 避免层跟层之间的图形歪掉 10颗制程之后要特别关注10颗厚的深度 还有开口大小 至于薄膜就要特别量测磨后等等 AEICD就是在黄光制程后量测线宽的检测站点 如果有问题可以重新加工Rework AEICD就是在10颗站点后量测线宽的检测站点 第二部分是跟机台设备相关的术语 机台EQUIPMENT有分成加工制造机台跟量测机台 SUB EQUIPMENT比如说Chamber枪体Low Port 净料孔 Recipe指的是制程的配方 用来定义机台某一组加工参数 还有Job Process的组合 比如说机台感应到WAFER 开始抽最上面一片进到枪体A 然后抽真空再移动到枪体B 使用特定参数加工特定时间完成制程后破真空 再把WAFER放回晶圆盒内 这样一个包含传动流程跟制造过程的参数 组合起来就叫做Recipe Low Port 净料孔 它的功能就是在等要进入下一个处理步骤 用来暂存晶圆的一个地方 Squabber刷洗机 在组制程中会产生一些Poticle 或是副产物Biproduct 可以利用Squabber去除这些脏污 PM就是机台例行性保养的缩鞋 会分成大保养跟小保养两种 Hi-Round 试跑 在机台保养或是维修完之后 通常都要试跑一下 来看看机台状况有没有飘掉 晶圆制造生产主要有分成P次处理 或是单片晶圆处理 P次制程就是把几个Lut合并成一P进去加工 比如说鲁管制程通常都是多个Lut一起组成Bedge 投进去加工 单片多晶圆反应式的设计 就是单一片晶圆需要经过好几次Cumber制造加工 第三个是跟物料相关的术语 Subtray基板 是由半导体单晶材料所制造而成的晶圆 根据材料不同会分成 细基板 碳化细基板 跟淡化夹基板 那后面这两个是最近很热门的宽能系半导体 Lut或P 是由多片Wafer组成的一个P次 比如说25片组成一个Lut这样 LaserMark 利用雷射技术在Wafer上面刻上一连串的识别码Lut ID Season Wafer 机台或Cumber需要暖机才能生产 有些是针对Recipe 比如说从ARecipe切换到BRecipe 就需要利用Season Wafer来暖机 有些是针对机台闲置时间的暖机 比如说停机多久后就要暖机 Monitor Wafer 用来定期检测机台参数是否OK 比如说为了要确认石科数率或是制程环境中的颗粒是否OK 就会投入控片进去加工制造 用来检测相关的参数 Foot 是前开式晶圆传送盒的缩鞋 用来保护、运送、储存晶圆的一种容器 Cassette 叫做金舟 Wafer 不可能一片一片直接放进盒子 需要有一个架子 把一片一片的Wafer塞进架子 再把整个架子放进晶圆盒内 Radical 也叫做Mask 光照 曝光时候的遮挡板 把光照上面的图案转印到光组上面 第四部分是跟工作场景相关的术语 In-line监测跟货批即时制造直接相关的资料 或是监控货币的参数 都是In-line monitor 比如说线宽、模后等等 Off-line监控 跟货批即时制造不相关的资料 比如说是设备机台相关参数的一些数据监控 测机做Daily monitor 每天监控机台的状况 用来监控机台的厚度、Poticle、U-Pa等等的资讯 FDC 即时监控机台的状况 用来早期侦测跟故障分类 降低因为机台异常所造成的损失 比如说湿度、温度、气体流量的监控等等 SPC 是统计、制程、管控 用来监控生产过程的稳定性 比如说厚度量测会监测单点量测值跟平均值 超过管控上下线会触发HOLAT SPC 还有一些判断规则 比如说连续7点上升或下降之类的 更详细的介绍会在之后的影片跟大家解说 HOLAT 就是遇到异常把货批锁住 不让它往后续流程 如果确认完没问题 就可以RELEASE SLOT 货批可以继续往后流 FUTURE HOLD 就是提早把货批设定好 要货批在未来的哪个制程站点 PWQ 为了确认制程参数的飘移 对制程能力的影响 可以在同一片晶圆上 改变曝光能量跟焦距 再用缺陷检测的方法 来确定最佳的曝光条件 SPLIT 就是把货批拆分出来 对不同制程参数做实验 必须要把某几片WAFER 分出来独立作业 称作此批 做完实验后 还要再合并回去母批 PCRB 任何制程的变更 都需要经过这个会议被REVIEW MO 就是人为操作上的错误 像是该hold的LUT没被hold到 或是没有按照实验条件分批等等的 BKN 就是有经过验证的最佳解法 ALL CAP OUT OF CONTROL的ACTION PLAN 比如说FDC OUT OF SPEC 第一步要确认量测数据有没有问题 第二步要重新量测 第三步该做什么等等的 这样的一个处理流程 MRB 就是异常的处理流程 制程有异常需要往后追踪电信结果 WFT CPFT 等等 比如说芥片层厚度偏薄可能会影响到电容值 那就要追踪到WFT测试的结果 如果没有异常就可以把MRB解案 至于WFT、TestKey、Scrub9、CP、AFT这些名词 我会在下一次半导体测试相关术语的影片中跟大家做介绍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半导体制造必学的专业术语 如果有任何问题或是建议 还有想听什么关于科技业的各种内容 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喔 我是莱斯特 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拜拜